接下来我们看到曲子的B2段 第36小节到第43小节 下来看一试 好那么通过刚才演示 大家其实也可以发现 这个B2段和前面的B段 它仅仅是在最后结尾处 也就是需要连接到下一段的 最后一点点的地方 是和前面的B段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前面的内容 从这个36小节开始 大段大段内容 都和前面的B段是一样的 那么因此相同的部分 我可能就直接慢速的 为大家演示过调 到不同地方的手 再停下来为大家做讲解 好从36小节开始 37 38 39 40 42小节 好来到第43小节 前面还是一样的 好 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也就是1弦10柄 以及2弦8柄这个音之后 我们就不再往前面走了 而是往你的右边 也就是高高 平一两柄 小指来到1弦的12柄 诗指在2弦的10柄 这个时候和三四弦的空弦一起 上下上下上下上 最后的扫弦是这样的 上下上下上下上 当然大家看到这个谱子中 谈到后面的时候 可能零稍微多一点 其实并不一定表示说 我们要扫到那么多琴弦 而是说 在这个地方 你的扫弦可以做一个 健强的处理 就是越来越重 当然带到琴弦稍微多一点 也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谈完这个B二段 后面就来到 C段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情绪是要起来的 在这个地方可以不用按照 也就是除了谱子上 还有另外节奏弹法 就是这样的 还是把这个10跟8 往后移一点点 正好移到那个右手大弦的位置 好 把第43小节连起来 大家听一下 好 这个就是曲子的B二段 第36小节到第43小节的讲解了 接下来我们看到曲子的C段 第44小节到第67小节 先来看一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么通过我刚才的描述 以及主要是大家刚才听到的 这个段落的时长 也可以听得出来 这个C段是比较长的一个段落 当然它里面重复的旋律 其实也比较多 所以说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 这个C段这么长 是否能够学会 虽然说相对来讲 这个C段确实整齐来讲 以我像一个算是过来人的身份来看 可能比后面的ND段还要难 但是正因为它里面重复的段落 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其实它也并没有那么的可怕 好 我们一点点来看 从第44小鞋开始 我们前面扫完弦之后 好 正好最后是一个上扫 对不对 那么这个承认第一个 左手松开 我们看到第一拍 一个六弦的空弦 底下写的是RHT Right hand temp 那么它其实呢 Andy他自己本人 其实也有讲过这首曲子 其实这个地方 它的本意呢 只要出六弦的空弦 音就行了 并不需要你 特别特别重 但是结合到前后的演奏来说的话 因为你前面是非常激烈的扫弦 那么在这个地方 你右手自然而然的 就会加到这个力量在里面 那么实际上 实际上弹出来的感觉就是这个RHT 我们用我们的右手的十字 去把这个六弦的空弦去打响 就在这个地方 需要做的事情 接着连续的两个机弦 用我们的十字 积在六弦的三品 再用五名指 积在六弦的五品 后面的T-HUB12 就是Pi12品的泛音 那么首先我们左手先松开 那么接着用我们的右手 不管是十字还终止也好 找到3456弦12品的泛音点 那么好 这个时候我们 变到夹是夹到了五品上的位置 那么实际上我们要找的 现在的12品 就是原来的17品 对不对 那么正常来讲 在我们的琴上 大部分的琴 在我们的侧面来看的话 哪怕你正面是没有标记的 那么你侧面 也是会有这个17品的 这个品位的标记的点 那么17品就比较好找了 好 当然话数回来 如果正面没有 侧面也没有 那怎么办 从后往前数 因为正常来讲 我们的明耀其他20品 最后一个品词 20 19 18 17 正好就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拍翻音 第一拍就是这样的 实际去看 这 仅看着四组音的话 它实际弹出来 就是这个 4个16分音符的感觉 当然我们 结合到后面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 12品的拍翻音 它是8分音符 需要稍微往后延一点 稍微停留一会儿 然后再拨六弦的空弦 好 接着 用我们的 左手无名指和十指 提前按住 左手中指和十指 提前按住 一弦的三品和二品 接着拨一弦 连续的勾弦 先用中指勾响 一弦的二品 再用十指勾响 一弦的空弦 后面是二弦 四弦的空弦 好 第四拍的时候 小指按住 一弦的九品 十指再二弦的七品 接着和三弦 五弦空弦一起 好 这个地方 第四拍的节奏 它是一个 切分音的节奏 最后一个上爬音 这个地方做的是 比较有意思的 那么这个地方 并不是说 需要做一个 扫弦的感觉 而是说 你反而要把它做的一个 分裂一点点 也就是让你的右手 鼓指稍微用力一点 吃弦的深度 可以更深一点 然后弹出来一个层次感 好 那么讲到这个地方 四四小节 至少音和节奏 都已经算讲完了 那么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隐藏式的 或者隐藏的地方 我没有讲 就是在有些地方 有时候 Andy他会这么弹 当然这个地方 我做的比较夸张的一点 就是在第一拍和第二拍之间 加一个 其实算是第二拍的后半拍 这个六弦空弦 其实是第二拍的后半拍 在第一拍和第二拍的后半拍之间 也就是在第二拍的前半拍 这个地方 加一个左手的 叫什么打弦 他会加入这样一个动作 或者说左手的一个制音 其实如果说你加上他的话 你会发现 可能会让你的节奏 会更加的稳定一点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去拨的六弦空弦 像我刚才说的 他其实是属于第二拍的后半拍 那么如果说你把这个地方 加一个 左手的制音的话 他其实可以把这个节奏 填得非常的完整 并且非常满 当然这两种方法 你更喜欢哪一种 你就去用哪一种就行了 不加左手制音的话 就稍微多拖一会儿 如果加上的话 好 今天我们来看到 第四十五小节 这个上排音之后 还是一样的 右手先做一个RHD 打响六弦空弦之后 所有手呢 去再积 六弦三品以及五品 如果这个时候相比与 四十四小节的第一拍 他没有这个十二品的拍反应了 所以说我们 积完六弦五品音之后 稍微等一会儿 再到第二拍 好 先来看到第二拍的节奏 它是一个切分音的节奏 就是 那么因此前面的扫拍 加上四弦四品的基弦音 它们之间连的是比较快的 再来滑到四弦的五品 就这样了 用你最有力的手指 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 就是左手的中指 好 接着再来看到第三拍 实时下来 按住三弦的四品 那么后面的滑音呢 我建议大家用五命指来做 用五命指来做 二弦的四品 滑到二弦的十二品 因为接着最后一个 一线九品要用十指来按 如果说你在前面 用中指来做滑音的话 这个地方的跨度就会比较大 就不太容易把这两个地方 衔接起来 好 接着上来 第四拍的时候 二弦的四品 我建议还是用五命指来按 那么三弦四品 用十指 四弦五品 再用中指 因为说 从我个人的习惯来讲 我会在第四拍 二弦十平音 做一个柔弦 那么为了保证 它的延音最大化 因此呢 我就用单独的手指 来做单独的事情 把十指和中指控出来 这样才能够 这样正好能够满足 后面的四平音和五平音 这样的话 既能保证这个延音 又能够保证 后面音 我也能够弹出来 就是我在这个地方 自己的一个处理 好 那么我把第四十四小节 和第四十五小节 两个小节连起来 谈来听一下 好 那么这个地方 顺带说一下 就是我们在 尤其是在做完上排音之后 在做这个右手的RGT的时候 经常会带到这样一个手腕的打板 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也是符合我们实际的弹奏的 好 接着第四十六小节 最后我们是这样一个制法 接着 这个第四十六小节和前面第四十四小节是完全一样的 好 第四十七小节 第二排是这样的 大大大 下上 最后过一个六弦的空弦 那么这个地方 第二排的前半排 我们再做一个扫拍 加上上扫的时候 只需要你上来的时候 十指轻轻的勾一下 往上挑一下就行了 好 接着来到第三排 这个时候呢 十指做一个小弹按 按住一二三弦的七品 那么中指在二弦的八品上 小指呢 按住一弦的十品 就是这样一个制法 接着一二三弦做一个排音 首先这个排音呢 你要做的非常有层次感 而不是 这样是一定不行的 要做的非常有层次感 从三弦二弦一弦这样去 一次的去把三根琴弦拨响 接着用小指勾一弦的七品 再来拨二弦的八品 好 后面一个装饰音的滑音呢 我们勾完琴弦的小指呢 迅速回到一弦的十品上来 再迅速的滑到一弦的十二品按 好 接着 第四排 是这样的 右手敲完之后 左手指按住一弦九品 那么接着用中指按住二弦的十品 最后一个十品音呢 我们直接用十指平移过来 按住一弦的十品 而不是用其他手指 或者说中指下来 那么另外要说到一点 就是这个二弦的十品音 在实际的弹作中呢 因为这个一弦九品音和一弦十品音之间 它连接其实是比较快的 所以说有时候这个音呢 听的不会特别明显 但是大家不需要去刻意的去强求它 说这个音一定要播的非常的响 它稍微弱一点 也是没有关系的 好 我把第46小节和第47小节 两个小节连起来 他跟大家听一下 在刚才的这个演示中呢 我甚至把这个二弦的十品音呢 我甚至是没有弹 只不过象征性的做了一个动作而已 所以说我们主要听到的是 一弦九品到十品 这两个音就可以了 好 接着来看到第48小节 其实简单来说的话 C段从如果要把它旋律来细分一点点的话 前面跟我们刚才讲的这四个小节呢 可以算作一小个部分 那么从第48小节开始呢 又来到了一个新的部分 这个地方左右手的点弦就会 左手的点弦就会比较多 那么再配合这右手的 我们看到至少在第48小节和第49小节中 在它第二开我们可以看到 有扫拍的这样一个动作 那么其实从这个地方开始呢 如果说你又去仔细的去看过Andy他的视频的话 你会发现他在这一段的弹奏是越来越模糊了 你根本有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他右手 右手在拨什么弦或者在扫什么弦 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 我想说的就是可能 第一点我自己也有时候分不清 他到底是在拨弦还是在扫弦 还是在弹什么弦 所以说在这些地方的这个谱子上的的数字呢 仅供大家参考一下 就是说大家可以按照这个上面去弹 或者说你可以不按照上面去弹 加入自己的理解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 在47小节最后我们是只是停在了这个1弦的10屏上 那么来这个延音过来之后 左手的中指点在6弦的7屏上 好 接着无名指再点在或者说基弦 基在6弦的8屏上 当然这个时候食指是不能松开的 因为我们看到后面还需要他的音出来 好 1 2 3 4 好 接着 然后第四排第二排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个扫拍 还是下上 还是如果刚才说的 这个主要是一种感觉 因为确实有时候根本不知道他在拨什么弦 好 来到第二排 这个后半排的时候 我们拨五弦空弦的时候 这个时候把左手松开 同时换成小横按 什么样呢 时时横按住1 2 3弦的10屏 那么小指提前在1弦的14屏 做好准备 也就是这样一个执法 接着来到第三排 好 最后一次 连续两个勾弦 都是用小指来完成 小指先勾1弦的10屏 从14屏开始 接着2弦14屏到10屏 后面 如果说是只看第三排的话 就是正好这里 三弦的五屏音 正好也就是1 2弦的10屏 好 然后第四排的话 十指直接在这样一个状态下 滑到三弦的4屏上来 接着 中指上来按住4弦的5屏 最后2弦的12屏呢 用小指来按 好 我把第四十八号节连起来 看给大家听一下 好了 第四十九号节的时候 这个时候 大家看到我左手是这样的 将你的十指和中指伸出来 要左这里 六弦七八屏的点弦按 点完之后 还是在第二排的后半排 我们拨这个五弦空间之后 十指呢 找到1弦的7屏 那么接着拨1弦 再做一个装身音的滑音 迅速的滑到1弦的9屏上来 好 接着来到第三排 十指中指上来按住2弦的10屏 十指再上来按住 3弦的4屏 好 最后一个4弦的5屏呢 我建议大家不要用中指了 而是用无名指 因为为什么往往看 然后第四排的时候 首先用无名指 从4弦的5屏滑到 4弦的4屏 再拨三弦空弦 最后一个1弦7屏 引用十指 那么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前面用的是中指的话 那么对比起这样一个指法来讲的话 显然是用中指和十指之间的跨度 会比较大 那么相反来看的话 用十指和无名指 会更加的舒服一点 好我把第48小节和第49小节两个小节联系来 我带给大家听一下 好 接下来看到第50小节 这个1弦7屏 一沿过来之后 这个地方 6弦3屏和5屏的点弦 分别交给左手的中指和小指 显然这个地方 用中指和5名指是不太现实的 点完之后 6弦 再拨1 2弦 其实我们在第一排最后一组音 这个拨1 2弦 这个两个音的时候 上面的小指就已经可以松开了 因为这个地方的两个手指的这个点弦 如果说你的手不够大 或者说像我现在这样一个 不太 或者说 如果我要把琴抱得高一点 我可能才会更容易把它点得舒服一点 但如果说像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 很容易把1弦和2弦呢 给碰到 这样之后 你后面的第二排的扫拍就弹不响了 所以说 所以说那你在拨 第一排之后两个音的时候 也就是1弦7屏和2弦空弦这两个音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把上面的小指给松开 那么接着来到第一二排的时候 拨6弦空弦之后 好 再来一次 中指上来按住2弦的8屏 接着呢 十指再上来按住3弦的2屏 再做一个怀音 好 后面的2弦10屏 我建议用无名指来按 来到第4拍的时候 无名指上来按住3弦的5屏 大家不要看 一个是10一个是5 它们还是在相同的品位 就这样了 接着看到后面的第51小节 因为前面的50小节 最后有一个空弦的音 它是需要和第51小节连起来看 才会更加有整体感 这个地方我先拨的是6弦空弦 也就是第50小节最后一个音 接着后面连续的机弦 我们又分别用十指基在6弦的3品 再用中指基在6弦的5品 所以说为什么前面的2弦的10品 以及这里的3弦的5品 我建议大家用无名指去按 而不是用中指 否则在这个地方 你的机弦就不知道该用哪根手指了 好 接完弦之后 第一拍的后半拍 6弦 再把3弦4弦一起拨一下 然后第二拍的时候 下上 再拨6弦空弦 这个时候 五名指保持不动 中指可以放开了 好 接着 再拨3弦 5名指从3弦的5品 滑到3弦的4品上来 好 接着 后面的 十指提前按住3弦的2品 再做一个勾弦 勾弦 三弦的2品 三弦的空弦 好 再往后 第三拍的最后一组音 一个装饰音的机弦 那么我们首先提前要把十指按回到 三弦的2品上来 接着再用无名指迅速的激在 三弦的4品上来 好 来个第四拍手 后面还有一个六弦的空弦音 当然这个四弦二品音 我们用十指上来 从三弦上来按住四弦的四品音 好 这里说到 如果说我从第三拍开始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右手的敲弦和激弦 它并不是同时发生的 先激弦再敲弦 但是在有时候的弹奏中 我们可以听到 Andy他是这样弹的 也就是说 这个装饰音的机弦 不弹装饰音了 而是弹正常节奏的音 也就是我们把这个 后面激到的4 往右移一点点 移到这个X的上面来 也就是和它同时发声 这样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 我把第五十小节和第五十一小节连起来 带给大家听一下 好 因为第五十一小节最后有一个六弦的空弦 它后面还是有一个机弦的动作 所以说我们紧接着看到第五十二小节 这个时候诗诗是在四弦的二品的 那么接着后面的三品和六弦三品的和五品的机弦 我们还是用中指和小指来做 再来一次 拨六弦空弦的时候 试试再松开 那么接着 连续的两个机弦 先是五弦空弦 移到五弦二品 再是四弦空弦 移到四弦二品 再拨三弦的空弦 他们第四拍 果然三弦也没有被逃脱 也没有逃脱被移的命运 那么我们最后 敲完之后 拨一弦 再拨三弦空弦 直直下来再移三弦的二品 好 我把第五十一小节 最后一个六弦空弦音和第五十二小节 连起来 导致大家听一下 好 接着再来看到第五十三小节 其实这个地方 我们就在前面有弹过了 只不过是 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左手食指需要保持在三弦的二品上 对吧 接着第三排 好 再来一次 好 接着再来看到第五十四小节 食指呢 还是保持在一弦食品上 不要动 接着上面的六弦七品和八品的点弦 加上几弦呢 我们交给左手的中指 以及五名指来做 好 好 一直到我们弹这个五弦空弦之前的内容 我们都是有在前面练习过的 那么好 在这个地方 不完五弦空弦之后呢 左右再松开 那么食指上来找到 并按住二弦的十品按 首先是一个基弦 用五名指记在二弦的十二品 接着食指下来 按住一弦的十品 再做一个基弦 还是用五名指来记 这个时候接的是一弦的十二品 后面一个装饰音的滑音 因为五名指迅速的从一弦的十二品 滑到一弦的十四品来 好 我把这个从第五弦的空弦音开始 连续起来 拍给大家听一下 好 这是第一次拍 好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推弦的技巧 首先是右手 插一句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二弦十四品的这个音 第一个 前面并没有弹这个音 所以说我们再滑过来之后 你的左手要迅速的上来 首先第一个 无名指按住二弦的十四品 那么前面呢 你可以加上松指和食指 在帮助之后的这个无名指进行推弦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推弦要怎么样去推 首先第一个 这个大写的词音的表 chocking就是这个推弦的意思 那么它右边写了一个二分之一 也就是我们要推到一个半音的这个程度 那么在十四品的技术上 一个半音程度就是十五品的音 相当于是这样一个感觉 如果推上去一个半音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这个箭头 这个比较有意思 它是先上再下 也就是它其实表示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推上去再推回来 也就是这样 其实相当于我们在这个地方 要听到有两个十四品的音 虽然说在谱子中只有一个二弦十四品的音 对不对 但是呢 由于这样有一个bend加上release 这样一个推弦的动作 也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先上再下 表示一个音 先上去推上去再推 再释放回来这样一个动作的存在 所以说我们需要听到两个二弦十四品的音 再最后才弹二弦十二品的音 也就是这样 对吧 很明显的 所以说不管你中指放哪 你的十指一定要提前按住二弦的十二品 无名指按住二弦的十四品 好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地方 左手的动作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 琴弦不管朝哪个方向 它其实音高都可以改变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常规的推弦可以往上 可以往下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学的是Andy 他的一个方式 往下拉 因为第一个这里没有 一弦的弹奏 所以说对于一弦没有任何影响 那么第二个呢 由于是比较微妙的一个解释吧 就是如果说我是往下拉的话 这样的无名指放开 会可能会更加符合这样一个运动的轨迹 如果说是往上推 可能 其实主要还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吧 就是说看你喜欢是往下推还是往上推 但是你最终出来的结果一定是这样的 两个十四品的音 先第一个是拨的 第二个呢 是这样释放回来的 这个二弦十四品的音 最后 再是这个 二弦十二品的音 也就是说在第四拍 我们总共听到了 应该是有四个音 除了谱子中表示出来的 二弦十四品的音 和二弦十二品的音 还有一个推上去半音的 相当于二弦十五品的音 还有一个示范回来的 二弦十四品的音 也就是 一 二 三 四 这样一个感觉 好 我把第五十四小节连起来 谈让大家听一下 好 接下来看到第五十五小节 时至保持不动 在二弦的十二品 接着将我们终止上来 按住六弦的八品 第一拍是前八后十六 六 四 三 我们在做第二拍 扫拍的时候 其实中指就可以松开了 不完五弦空弦之后 我们只要按住二弦的十品 第三拍的时候 用试试提弦按住二弦的七品 再连续的做一个机勾弦 最后拨三弦的空弦 前面的机弦 它是一个装适应的机弦 后面的勾弦 它是一个正常实质的勾弦 实际弹出来节奏是这样的 可以很明显听到前面的机弦 会稍微快一点点 好 接着 第四拍 先用中指做一个机弦 积在二弦的八品上 最后试试下来按住 一弦的七品 好 我把第五十五小节连起来 看看大家听一下 好 我们接着再来看到第五十六小节 其实从这个第五十六小节开始 后面的很多小节 都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有弹过的 因此 就是如果在一开始所说的 这个C段 虽然听起来好像很长 但是它重复的内容也不少 好 来看到第五十六小节 五十八小节 五十六小节 接着第六十六小节 还是这个地方 这个推弦的动作 大家一定要记住 推出去了 还是要把它再收回来的 这样的 接着第六十一小节 好 这里出现不一样的地方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因为距离前面还不是特别 时间不是特别长 我们做完机弦之后 最后停的是一弦的七品 对不对 但是在这个地方 弹的是一弦的空弦了 其实这里 这个地方虽然看起来 好像比较多 比较 重复的地方 重复的地方也比较多 或者说旋律不太容易找规律的话 那么第一个 你通过练习的话 你可以慢慢找到它里面 执法中间的联系 那么另外一个 只要记住 做完第二个推弦之后 做完第二个推弦之后 马上就要做出不一样的改变 我们要从这个循环里出去了 千万不要 接着又往后弹 又来第三个推弦 第四个推弦 这个地方 其实是我自己在练习的时候 一开始没有把旋律的连接 给搞清楚之前 也是非常容易陷入一个 无线循环之中 就是有时候不知道 自己弹到哪 不知道自己弹了多少遍 好 既然我说到有改变了 那么接着 看到第62小节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63小节 好 从这个第63小节开始 它有一点点不一样 非常微小的一点点不一样 就在最后多加了一个音而已 好 接着 第四发音的时候 我们只上来安卓二行的食品 这里都还是一样的 对吧 好 事实上来按住三弦的四平 也是一样的 接着 最后的 第四拍的后半拍 首先是四弦的五平音 最后一个四弦的四平音 就唯独多加了一个 这个四弦的四平音而已 我们在前面弹的是这样的 对吧 最后停的是 停在的是四弦的五平上 这个地方 最后停在的是四弦的四平上 那么这个地方 当然因为多加了一个音 所以第四拍的节奏 它也不一样 在前面是 对吧 在这个地方 这是唯一的区别 好 把第63小节 再整体的连起来 它给大家听一下 接着第64小节 65 66小节 好 弹到这里 相同的部分 我们都已经弹完了 接着看到第67小节 左手的十指和中指 迅速的点到 六弦的七平和八平 接着 好 大家注意看一下 左手这样的变化 一开始是这样的 对吧 我们不完三弦空弦之后 十指迅速的 找到一二弦的翻译点 这个地方 中指要给它 让一点点位置 一定不要 放在这里不动了 否则这个地方 左手是很难去 用你的十指的下半部分 很难去 挨到这个琴弦的 下一次 接着第二拍 好 持着再按回到 六弦的七平上来 是这样的 拨四弦空弦 再换到 左手的十指按住 六弦的七平 最后 第三拍的时候 用我们的小指 去找到 三四弦的十二平 这个地方 就在你琴 原本的第17平 最后一拍 好 那么在讲到 最后一个 第S之前 在第三拍的时候 其实 这个Andy 他有时候 也会多加一个音 加到哪个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六弦七平音之后 再加一个 五弦的空弦音 这是他 在他偶尔的一些弹奏中 他会去这样去弹 但是 由于我个人的原因 来说的话 有时候 我的十指会倒下来一点 导致我这个五弦空弦 我弹不响 那么我干脆 我就不这样弹 我就直接 直接就把这个五弦空弦给省掉 直接弹空弦 两种方式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到 这个D S 它是什么意思 扩展看来 其实就是这个 Dell Sneo的意思 如果说大家有记得 在A段开始的地方 这个12小节 出现在这个Sneo的标记 也就是我一开始说的 想像S那样一个标记的话 大家就会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需要做的什么 弹完这里 大家看到 首先第一个和后面六十八小节 它是断开的 因此呢 我们不能直接在我们后台了 我们看到这个DS的标记之后呢 我们需要从这里 跳转回到前面的第12小节 也就是这个Sneo出现的地方 那么再进行第二遍的反复的弹奏 那么好 从第12小节开始 再继续往后台 要弹到哪里呢 我帮大家回忆一下 在第26小节的结尾 它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2 coda的标记 也就是我们从这里 跳转回到第12小节 再接着弹到第26小节之后 打住 不要再弹后面27小节了 当26小节 直接跳到后面的哪里呢 还看到后面有60 有coda标记的第68小节 这个就是这首曲子 在跳转上 我们需要去弹的这样一个顺序 按小节号来说的话 因此6768 它也是断的 对吧 好 最后呢 我把第67小节 停起来 弹给大家听一下 好 那么这个就是曲子的c段 第44小节到第67小节的讲解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曲子的 Andy1 以及包含是coda的一个小节 第68小节到第72小节 下来看一下 电视 好 那么不管你是顺着视频的顺序 这样看下来的 还是看完调音就直接跳过来的话 其实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相当于要进入一个新的乐段 或者是一首夸张一点说 或者是一首新曲子的学习了 因为正如我在之前所说 这个从这里开始 确实和前面的 我们谈过那些内容 从旋律上来讲 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好 我在这个地方呢 把我把这首曲子的ending部分 也就是Andy口中所说的这个extra的部分呢 人为的分为了两段 一个是有没有太大 没有什么明显旋律的那一段 以及有着左手点出明显旋律的一段 那么另外呢 其实可能很多人从进入到这里开始呢 会主观的去认为 我们要开始用 运用到比较多的这个分导的这个事情了 就是是不是需要左手右手分开来练呢 从不同的角度来说 大的方向来看 你左右手肯定都是需要搞明白 他们究竟是在干什么 但是呢 细看的话 至少从现在的any一段来看 我非常不建议大家 就是左右手分开来练 因为通过刚才练 刚才的演示 以及我个人就是练习下来 就是一直谈到 把这一段谈会这样的程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至少在这个any一段 他的左右手合起来去练习的话 一个小节一个小节练 他反而是更加高效的 因为什么呢 当我们的左右手合起来去 弹奏这些内容的时候 至少在any一段 他的节奏是异常的工整和平稳的 几乎没有什么 没有任何的节奏上的 非常奇怪的这样一个事情出现 所以说至少在any一段 我希望大家能够 在我的建议下 就是能够左右手来一起来练 我觉得这样的话 练习出来的效率可能会更加的高一点 并且通过这样的一段练习呢 我们可以提取出右手的节奏型 为什么说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从这里开始 一直到这时候曲子弹完 不管你后面是循环多长时间 一分钟十分钟 甚至循环一年 你右手要做的事 永远只有一件 都是在弹泛音 而且都是在相同的位置 循环往复的弹泛音 好 那么这个把这个提取出来的话 其实相当于更进一步的减低了我们去谈 这个any部分的难度 好 那么不说远了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这个any一段 加上这个coda的第一个小节 现在看到第68小节 这上面写的是coda 我帮大家回忆一下 如果说要谈这个第68小节 我们需要从哪过来呢 我们是从前面第二遍 谈完第26小节的时候 26小节是这样的 好 来到第68小节 小指已经提前滑到了一弦十四平 那么接着将食指按在二弦的十二平上 和三弦五弦的空弦一起 好 接着这两个手指往第八位平移四平 也就是小指来到一弦的十平 食指来到二弦的八平和三弦的空弦一起 再往高板位一两平 小指来到一弦十二平 实时来到三二弦的十平和三弦四弦的空弦一起 最后延音符号延音标记 我们就把这个弹完之后呢 可以适当的让这一组音延长一下 当然在这个地方也是和前面的 有出现过这些旋律的部分一样的 他的节奏 Andy他有时候也会这样弹 改变一下节奏 这两种方式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 这个说完 我们接下来正式进入到这个Andy一段 首先这个第69小节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还有第70小节 那么其实大家仔细去看一下 第69小节和第70小节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学会了第69小节 就也就学会了第70小节 那么提前告诉大家 这个Andy一段一共四个小节 后面的71和72呢 也是完全一样的 因此在整个Andy段 我们其实相当于只需要学习两个小节 这个Andy一段就能够拿下了 好另外看到第69小节前面一开始 有一个前反复记号 对不对 那么就表示我们谈到后面某一个位置的时候 刚才已经说Andy一段一共四个小节 也就是谈到后面 再往后数四个小节 72小节的时候 还是需要反复回来的 好 现在看到第69小节 刚才我说了 至少在Andy一段 我非常建议大家左右手一起来练 首先我把第69小节单独的弹出来 给大家听一下 有没有觉得 就是至少去听他们组合起来节奏是比较工整的 好我们一点一点来看 先来看到去 这一小节中出现的泛音有哪些呢 654 654 两边654 七频的泛音 首先在这个地方 我们右手去弹泛音 都是用人工泛音的方式去弹自然泛音 七频在哪就在你原来12频的位置 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前面是夹了五频 好 首先到这里 我们看到第69小节 右手做的这个事情 我们已经会了它的50%了 好 先不用管节奏 你先把这几个泛音弹出来 好 这里我建议大家用右手的食指去找到 轻轻的泛音点之后 用右手的拇指去拨弹 这样的话 能够把你要找的泛音点 以及你拨弦的这个手指 都控制在你的视野范围之内 为什么这么说 之后你就会明白了 好 不管你以什么样的节奏 先把这几个音弹响 好 我们就以这三个音 三个泛音 三个泛音这样作为一个 一组来划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小节 我们可以人为的把它再去划分为两组 对不对 前面三个七频的泛音 后面三个七频的泛音 好 先看前面三个七频的泛音 是从第一个六弦的七频翻音 一直到什么呢 我们看到有一个第二个 这个长方形的空白条那里 好 现在看到 前面第一个翻音 谈完之后 六弦七频翻音 好 这里一弦九频和二弦十频音 我们都需要用左手来点出来 其实点在一弦的九频上 中指点在二弦的十频上 后面再接一个五弦的七频翻音 这四个音组合起来 这是第一拍 那么它实际弹出来的节奏呢 相当于四个十六分音符 其实就是非常均匀的 那就是 不管你弹的是整体的快还是慢 它都是非常均匀的 好 那么来到这里之后 我们再来往后看 看到第二拍 第二拍的第一个 或者说准确来说应该是技巧 我们看到是一个长方形的空白 空白的一个长方形 它实际上要怎么来做呢 就是我们在左手点完弦之后 把我们的左手都松开 轻轻地拍在琴弦上 就这样 你可以像我这样用三个手指一起 就十字中指 无名指一起 或者说像我自己习惯 用中指 一个手指 或者说 我最早开始练习的时候 用的是一个无名指 这几种方法都行 那么注意力度 轻轻地拍上去 就这样 一定不要 这样是错误的 轻轻地拍上去 大家可以听到 这样轻轻地 拍上去一个比较闷的声音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效果 那么接着 我们拍完第一下之后 后面接的是四弦七平的翻译 接着又 再拍一下 那么弹到这里 也就是我说的人为分享的第一组 那么前面我们弹的所有的 不管是技巧还是音 他们实际弹出来的节奏 都是16分音符 也就是说 你前面这些弹的东西 不管你整体快 还整体慢 他们都是非常非常均匀的 那么因此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是左右手 结合起来 反而要比 单独看右手 单独看左手 再合起来 要高效的多呢 对不对 好 先把这第一组 先来弹出来 试一下 对不对 这里我做的比较夸张一点 左手都做的比较重 那么 也就是 如果之前所说 第一个拍 要拍得轻一点 那么第二个 你点的这个实音 也不需要太重 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听得明显一点 再来一次 再快一点 对不对 不管是快还是慢 它都是非常均匀的 好 第一组事情 我们讲完 是不是非常简单 就是很均匀的 16分音符的节奏 好 那么第二组 我们再往后看 首先右手要做的事情 还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6547品的翻音 那么接着呢 左手要做的事情也是一样 它至少弹的音 做的技巧是一样 但是节奏呢 稍微有一点点的变化 现在看到 6弦7品和到5弦7品 这四个音 这个时候我们弹的这四个音 和第一拍 我们弹了四个音 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因此它的节奏也是一样的 实际弹出来的节奏 还是4个16分音符 好 接下来我们要 这小节内要做的事情 就剩最后两个 一个是左手的 轻轻的制音 拍弦 最后再就是 四弦的7品的翻音 但是呢 这个地方和 前面的节奏不太一样 并不是弹完5弦7品之后 马上去拍 而是 它实际弹出来的节奏 其实就是前8后16 大大大 对不对 我左手再拍重一点 大大大 好 那么如果说 再把第二组 整体的这几个音 连起来的话 应该是这样的 再来一次 是不是 突然觉得 豁然开朗 也就是我说 这个ending一段 真的没有必要把 左手右手分开来弹 而是结合到一起 一个小节 一个小节 反而是更加高效的 那么好 把第69小节 连起来 慢一点 弹出来 是这样的 好 这个就是第69小节 那么70小节 是不是就是一样的 再来一次 好 那么这里问题来了 69小节 单独弹 没问题 70小节 单独弹 也没问题 因为它们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就是复制粘贴一遍 但是 它们中间 怎么样去衔接 也就是我第69小节 最后 这个四弦的 七频翻译 弹完之后 我需要 等多久呢 对吧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好 我们来看 单独只看 这个七频的泛音 我们可以看到 它真正去 单独弹 这个泛音的时候 它其实并不是 并不是完全均匀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 每个小节 一共出现六个泛音 但是呢 只有 一 四 五 六 这些泛音 它是什么呢 八分音符 带负点 也就是它的设置 稍微长一点 但是每 第二 第三个泛音 它都只有八分音符 因此呢 通过这两个小节 的练习 我们可以把右手的泛音的节奏型相当于可以单独的提取出来了 其实是这样的 如果说一开始加上左手 提取出来 大家有没有发现 前面三个泛音相当于连接到后面三个泛音的时候 它们中间会稍微快一点 而 弹后面三个泛音的时候 它们会稍微慢一点点 这就是右手的节奏型 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 再来一次 好 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人说 你漏了一个地方 就是 Andy他在做教学的时候 他会说 你的右手在做第三根琴弦的泛音的时候 有一个 对不对 这个动作 就是先 优先 先点在琴弦上 再来做泛音 如果说你的左手是这样一个方式 也就是说刚才说 在谱子中 我们看到有点弦 加上左手的质音的话 以这样一个方式 你可以去试一下 这样右手的节奏根本是行不通的 其实它说漏了一点 在至少我分的这个Andy一段中 其实右手是不需要这样做的 以左手这样的技巧 作为前提的话 那么真正到Andy二段的时候 才需要这样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以这样的方式 右手就是刚才点一下 可以在Andy一段 这么弹呢 如果说大家有看过 他前段时间给这个Greenfield 这个吉他 做代言 戳的这个 Y-Link的视频的时候 大家可以发现 他的左手 只有点弦 而没有 这个 至音 轻拍 琴弦的这个动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的右手是可以 这个时候 你再可以做这样 点的动作 当然 这个时候 其实来看的话 反而增加了我们的难度 因为它填充的东西少了 因此对于我们节奏 判断来讲 并不是那么容易 去把这个节奏 给判断清楚 所以说一开始练习的时候 我不建议大家去 学它这样的方式 去弹 我建议大家去 按照谱子上 这样的方式 因为它 节奏填充的 更加的工整一点 可能更容易 让我们上手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 我再把第69小节 和第70小节 两个小节连起来 大家听一下 它们连接的时候 是怎么样去弹的 其实说白了 它可能并没有那么的精准 但是你心里去想的话 去稍微拖一下 也就是右手 弹了六个翻音之后 你马上需要进入到 下一个小节了 那么小节和小节之间 它会需要稍微拖一会儿 如果再说得严格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前面连接的时候 都是以16分音符的方式 进行连接的 对不对 那么到这个地方 最后一个翻译 它是什么呢 相当于三个16分音符 也就是我们可以在心里默念 如果说1234 对吧 那么你在心里就数 123 对吧 就是这样一个方式 你就心里默念123 按照前面的节奏和速度 心里默念123 谈完之后 马上就进入到下一个小节 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好 我再把第69小节和第70小节 联起来 大家大家听一下 好 接着再来看到第71小节 当然这个时候 也可以看到第72小节 第71小节和第72小节 它们两个小节 也是完全一样的 学会71就能够学会72了 好 这个时候来看一下 右手 我们要做的事情 前面已经完成了50% 现在我们来完成后面的50% 我们看到这里出现的 七品的泛音是在哪呢 4 5 4 3 这三根牵线 这就是右手剩下一半要做的事情 前面6 5 4 现在是5 4 3 也就是从any1开始 直到你把这个曲子弹完 不管你弹多久 右手永远是在做这样的循环 就是 对吧 前面是 就是整体的你翻音的琴弦往下移了一根琴弦 对不对 大家这样可以理解吧 好 接着再来看到左手的部分 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前面是点的 就 一弦九品 二弦十品 这个地方 你就整体的向左平移 两个品位 这个时候 十指点的是二弦的 一弦的七品 中指点的是二弦的八品 只有这个 这一个区别而已 那么再来 看到它的节奏 和前面我们学的两个小节 没有任何的区别 没有任何的改变 节奏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只需要右手 翻音的位置变一下 左手点弦的位置变一下 那么 好了 好 我们来看到第七十一小节 首先还是人为的划分的第一个部分 对不对 就是前面的四 五四三 三更琴弦的翻音 对吧 节奏完全一样的 再来一次 接着后面的 我们做完第五个翻音 也就是这里的四弦的七品的翻音之后 还是等一会儿 左手再轻拍上去 那么好 后面七十二小节 也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 好 当然 七十一七十二 它们之间的连接 以及你需要等多久 大概需要等多久的时间 再来谈到下一个小节 和前面六九七十之间 是完全一样的 时间 好 那么另外 如果之前所说 这个七十二小节 后面有一个后反复记号 对不对 我们回到第六十九小节 再来谈到七十二小节 一共谈两遍就可以了 第二遍谈完七十二小节 就顺着往后谈到七十三小节 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接下来就把这个第六十九小节 到第七十二小节 这四个小节 END一部分 整体的再给大家 谈一遍 好 那么这个就是曲子的END一段 以及加上前面的这一个COLA的一个小节 第六十八小节到第七十二小节的讲解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曲子的END二段 第七十三小节到第八十八小节 下来看一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进入到这个END二段的时候呢 这个听上去更加的复杂一点 当然还有有一个万年不变的什么呢 右手 右手的节奏 弹的地方弹的音 万年不变 来到第ND二段的时候 你更需要关注的点 只在于左手上就行了 对于这一段的练习 我还是以左右手结合到一起为主 我们看到这一排 至少现在能够看到的七十三七十四 这一排 我们可以看到 右手有单独出现的时候 而左手呢 没有 它全部都是 只要有左手的地方 它全部都是和右手成对出现的 因此 还是一样的 左右手合起来练 我觉得是更加的高效一点 我们进入到END二段中 右手要弹的东西呢 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 就是 我们在每做第三个发音的时候 第三根琴弦的发音的时候 不管是你是六四 还是五四三的时候 那么在四弦或者是三弦的地方 你的右手下来的时候 先 点在上面 也就是你右手压在上面 拇指 这个时候的你的右手拇指的指甲 其实也会轻敲 发出来一个声音 再来做这样一个四弦或者是三弦的翻译 当然其实这个地方 大家不用去刻意的去强调 我要敲的多么响 音效是其次 更主要的只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右手稳定节奏 大家可以看到 谱子中 右手有些地方是单独出现了 那么少了左手的辅助之后 可能会出现一些节奏上的不稳的情况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小动作 能够帮助我们把右手在单独去弹 谈右手翻译的时候 能够让右手弹得更加的稳一点 那么另外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在前面有讲到说 我建议大家用右手的拇指来做这个翻译 那么首先第一个是在于声音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说你右手的 你去用右手的无名指或者中指去做这个翻译的话 那么当你指甲短的时候可能会 会出现这样一个刮到这个上面同丝的声音 那么另外一个你的右手拇指挡到的话 可能会出错 那么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用拇指的话 你能够把这两个手指呢 都控制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 因为当在N2段中 你的左手有一些地方需要勾前 或者说点弦点到这个旋律音 会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外 因为我们的眼睛不能同时看左边和右边 只能看一边 那么在这个地方你就要做出一个选择 要么只看右手 要么只看左手 因此呢 如果当你选择去只看右手的时候 那么我建议你把需要弹反应的两只手 都控制在你视线范围之内 尽量减小右手出错的地方 当然其实话说回来 在练习这一段的时候 不管你是选择看右手 还是看左手 那么另外一只手是绝对会出错的 这个其实只能通过不停的练习 来弥补这样的熟练度 以我个人经验来讲 我会更习惯去眼睛看右手 为什么呢 相比起我们左手按品位 这样的一个肌肉记忆来讲 我们右手谈泛音的频率 绝对是低于左手 按品位的这个频率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个人去选择右手去看 只盯着右手看 那么左手所有的点线都是盲点 那么这个靠什么 这个只能靠练习 而不是说 我觉得他在这儿 那我就点过去 这个其实说白了 说穿了 就是一个肌肉的记忆 在你自己的形象 你肌肉形成了一个这样的记忆 你的某个品 你自己的肌肉已经知道 你需要移动多少的距离 你就可以很精准的去点上去 这就是所谓的肌肉记忆 没有什么巧的 就是考练习 好 我们来看到第73小节 右手要做的事情 我们已经知道了 那么接下来 左手要做的事情 我们先来看一下 好 左手 首先这里出现的旋律 阴符 符感向上的 低声步的 这些旋律 全部都是靠左手的点弦 接弦 勾弦来实现的 那么首先第一拍 是一个切分音的节奏 第一个九频音 是通过 左手十指的点弦 点出来的 后面的十频音 是通过中指的激弦 后面一个第二个九频的 一弦九频音 还是通过十指点弦 点出来的 而不是勾弦 好 旋律 修止一个十六分音符之后 接着来看到 后面的一些音 好 十指首先点在二弦的 十频上 接着呢 用无名指 积在二弦的 十二频上 好 关于后面最后一个 二弦十频音 这个地方是我 自己比较 纠结的位置 因为当我慢速的时候 我是慢速去练习的时候 我是可以 做到 二弦 最后一个二弦十频音 是通过 十指点出来的 但是如果当我自己快了之后 我的手指相对来讲 可能反应不过来 所以说我在这个地方选择的是勾弦 如果说你的手指反应的够快的话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建议你用最后一个二弦的十频音 我建议你用点弦 它的音会更加的明显一点 那么左手弹出来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左手我们需要弹的节奏 那么其实我们在弹这个Andy二段的时候 只要当有左右手同时出现的时候 我们其实右手都是以左手作为参照 来做翻音的 做出来给大家看 大家就明白了 好 首先第一个 第一组音是六弦的七频翻音 和一弦九频的点弦音 好 第二个九频的点弦音呢 和五弦的七频翻音同时出来 好 这个地方再来一次 我们做这个左手旋律休止的时候 其实就是右手 做这个稍微咔的一声 就打在 打在 是打在吗 打在心弦上 这样一个感觉哈 接着 实际上来 其实 这一小节是非常好去理解的 你只要把每一个音 竖着的每一个音都对准 那么其实就 不是特别的难了哈 再来一次 后面的两个翻音 正常的去做出来就行了 再来一次 好 接着再来看到第七十四小节 这个时候呢 没有左手的点弦 那么因此就需要用到右手的 你就需要把这个右手的 翻音的节奏弹稳哈 好 接下来 我们做完这个第二个六弦七频的翻音的时候 左手的点弦就出来了哈 其实从这个地方看 从第二个六弦七频的翻音开始看 看后面所有的音哈 他们看上去都是交叉组合出现在一起的哈 但是如果我告诉大家就是从这里开始后面的所有的音弹出来它实际的节奏 就是很均匀的16分音符 除了这个勾弦技巧之外 大家一定会觉得哦 原来是这样哈 好 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是不是这样验证一下哈 好 第二个六弦七频的翻音做出来之后 对吧 左手的五名指迅速的点在 一弦的九柄上 就是十指呢 提前按住一弦的七频再用五名指去勾 一弦七频音 同时右手做五弦七频的翻音哈 好 大家这个时候看 这个第二个五弦七频的翻音到后面 二弦十频的点弦音 它看上去 不管是从距离还是说实际的节奏 最少谱子上的节奏来看 怎么看怎么看都不是16分音符 对不对 但是大家可能忘了一个地方哈 什么呢 就是我们右手有这样一个动作 右手有这样一个稍微轻轻点上去的动作 如果说加上这个动作 我们实际弹出来的节奏 就真的是16分音符了 好 接着左手的五名指上来点出二弦十频的翻音 再来 右手去翻 做最后一个翻音 四弦七频的翻音 最后一个二弦八频音 用左手的十指来点哈 来 大大大大大大大 对不对 后面的节奏都是很均匀的 除了这个勾弦之外哈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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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还算了这样一个动作在里面哈 再来一次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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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均匀啊 再最后打一次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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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除了那个勾弦之外 都是很均匀的16分音符哈 好 我把第七十三小节和第七十四小节两个小节连起来 谈给大家听一下 接着我们来看到第七十五小节 还是先来看到左手需要点弦的这些音哈 二弦七频 二弦八频 二弦十频 最后一个 二弦的七频哈 我已经把它节奏给点出来了哈 大家再来听一下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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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后面的二弦七平 它是一个16分音符 但是说这两个音 它实际连接起来弹出来的节奏 是相当于两个八分音符的 好 那么右手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些改变 前面我们弹完了六五四弦的泛音之后 现在换到了五四三 大家有没有发现 通过N1通过N2前两个小节的弹出来 右手弹的规律 两遍的六五四 四遍的六五四 一二三四 那么就要换到五四三 这个地方我没有弹出节奏 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需要弹多少遍 来换到不同的泛音的位置 那么左右手的事情 我们都已经清楚了 接下来看到 它们合起来的时候 怎么样去弹 还是那个休止符的位置 正好给右手这样一个动作 清触琴弦的动作 就是它做这个动作的时间 另外 左手出现的这四个音和右手 泛音去 右手去做的这四个泛音 都是一一对齐的 那么它们都是同时出现的 再一次 后面把继续把这个翻音做完就行了 接着看到第76小节 这个时候呢 左手虽然没有弹 但是我们要往第一把位去走 因为我们看到76小节后面的部分 这出现了一些二和三的数字 首先看到前面三个翻音 好前面三个翻音弹完之后 接下来又要到这个 左手搭配干活的时间了 那么好 还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关于前面的74小节 我在前面有说过 除了那一个勾弦之外 对不对 其他弹出来的 实际的节都是16分音符 那么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有两个勾弦的技巧 那么还是 除了第一个勾弦技巧之外 后面 就是从第二个五弦七品翻音开始 剩下的 他们实际弹出来的节奏 都还是16分音符 非常非常工整和均匀 我先谈给大家听一下 对不对 都是交叉交叉出现的 大家一定别忘了 我还加入了这个动作 把它算在 算做了一点点的实质 那么这样的话 加入了它 它才是如我刚才所说的 除了第一个勾弦技巧之外 剩下的都是 很均匀的 16分音符的感觉 好 接着再来看到 真正的 我们左手需要做的事情 现在我们左手就 至少不向前面 要完全的脱离 我们的视线范围了 除非说你的眼睛 是看着左手的 不管右手 好 首先 做五弦七品的翻音 左手的中指 点在 一弦的三品上 好 接着实质提前按住 一弦的二品 中指勾一弦二品 音的同时 右手去拨响 四弦七品的翻音 好 在第二个 这个 勾弦技巧之间 在勾到 这个 一弦空弦之前 我们右手是有 这样一个动作 它其实占了 相当于占了 16分音符的实质 对不对 这个时候右手 点在上面 接着 左手勾一弦的空弦 右手勾 右手拨 三弦的七品的翻音 最后 左手 实时再点在 二弦的三品上 好 这个时候 我先把音 都给讲出来了 接着我们再来 看到它的节奏 我慢一点 后面这些音 还是除了个 第一个 勾弦技巧之外 后面这些音 全都是非常非常均匀的 16分音符 再来一次 好 那么这个76小节 也是后面的Andy2 比较好 或者说可能是最容易 玩出花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也是我看到Andy Andy 他自己 在这个地方 以前是做过一些改变的 就做一个连续的 机构弦 在这个地方 当然前提是 你的左右手 一定要输 所以说这里 其实只是提出来 告诉大家 以后在 练熟了之后 可以这么做 在你 不太熟的情况下 我非常 还是非常建议你 按照谱子上 这样去弹 因为它的节奏 非常工整 而且比较 缓慢一点点 没有那么快 如果说你换成这样 很可能 左手把右手带偏了 或者说右手把左手带跑了 好 那么接着 我把第75小节 和第76小节连起来 弹给大家听一下 好 接下来看到第77小节 其实第77小节 从节奏上来讲 它和刚才的75小节 没有任何的区别 至少从节奏上来说 是完全完全一样的 不管是左手 还是右手 还是他们合在一起的节奏 都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主要看的是 变量是在哪 左手点的弦的位置 以及右手 翻译 在这里 变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至少从我的谱子中 没两个小节 右手就要换一次 点弦的 翻译的方式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到第77小节 首先看左手吧 我们刚才最后是 76小节最后 点在的是二弦的三平上 那么在77小节 还是二弦三平不变 这个地方的修指幅 多了一点点 我们看到后面两个三平音 它们之间还有一个修指幅 所以说 所以说你在做了这两个点弦的时候 手指是需要拿开的 当然实际上来讲的话 你手指不拿开 后面的点弦也是做不出来的 好 接着我们再结合到右手 是这样的 在这一小节中 左手和右手弹的东西 还是一一对齐的 也就是它们是同时出现的 它们之间没有穿插的位置 所以说相对来讲 你只要把一只手的节奏给搞清楚了 那么另外一只手跟着去走 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好 接着我们直接来看到第78小节 这小节 是我在练习整个ending二段中 遇到的最大的挑战 我自己觉得比较难的是在哪呢 就在它的第一拍 我最开始练第一拍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 左手需要在哪个位置进 也就是 经常就会弹成这样的感觉 但是当我就实际的去听圆曲 再加上自己的练习之后 我终于搞明白了 其实第一拍它的节奏 非常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前八后十六 所以说我们右手在做 五品 六弦七品的翻音之后 不管你是整体的快 还是整体的慢 你只需要大大大 那么就是 对吧 大大大 再来一次 后面的二弦三品的点弦呢 和四弦的七品的翻音 是同时出现的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好 接下来看到后面 我们先来看到左手 因为前面的 我觉得整体来讲 反而更简单一点 那么接下来 后面的这些旋律音呢 我们还是分开来看看 看看左手 如果单纯的去弹 左手的旋律 五品和三品的音 都是通过点弦得到的 而三品到二品 这里中间有一个滑音 这个地方 它在试剧弹的过程中呢 可能会比较弱 因为 我们本来点到 这个一弦三品音 这个位置呢 就不太容易 把它点得特别响 那么后面还是一个 滑音 所以说它 这个一弦二品的音呢 不是特别响 也没有关系 你不需要太过于追求它 要非常非常的响 你只需要把这个音弹出来 就没有问题了 滑到一弦二品之后 最后再做一个 一弦空弦的泛音就行了 那么好 一弦五品音和一弦三品音 它们之间是一个 八分音符的节奏 除开这个地方之外 后面的这些音呢 还是非常均匀的 十六分音符的节奏 再来一次 好 那么如果带上节奏的话 就是 这个地方可能比较 不太容易去把它 做听得很明显 因为中间有个滑音 对不对 那么它的节奏和手之间的配合 如果说你去念的话 很可能会出现 不稳的情况 但是 从我刚才的演示 大家可以 还是可以很明显的去看到 除了那两个点弦之外 的音之外 剩下节奏 还是非常公正的 十六分音符 对不对 好那么我把第七十七小节 和第七十八小节 两个小节淋出来 好给大家听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 第七十九小节 在这个地方 右手翻音的位置 变成了五四三 这些新弦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 左手要点弦的音 首先第一拍 大大大大 如果说算上这个中间 出现了十六分音符的修指符 这四个东西 这四个东西 在谱子上 实际上的节奏 应该是四个十六分音符 对不对 它们是非常均匀的 但是这里 由于出现了一个 十六分音符的修指符 那么它实际弹出来的节奏 其实是一个切分音的节奏 就是 大大大 对不对 大大大大 大大大 把那个第三个大 给省掉的话 大大大大 大大大 对不对 切分音 大大大 就是后面要点的 这四个音 就是非常均匀的十六分音符了 首先是实时点在二弦三符上 接着 勾二弦的空弦 接着 实际就点回到二弦三符上 最后 无名指 做二弦五品的基弦按 好 接着我们再来 结合到右手来看的话 它们实际弹出来的节奏 是怎么样的 好 再来一次 好 后面两个方音弹完 好 再慢一点 好 就再往后看到第八十小节 节奏上 还是除了第一个滑音的地方之外 它是两个八分音符的十支 两个八分音符的节奏之外 那么后面都还是实际连起来 还是十六分音符的节奏 好 第八十小节 我直接来吧 好 再慢一点 好 这里有一个连续的滑音 就是在这样的慢速的情况下 可能听的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如果说当你练熟之后 你把整体的速度给提起来 其实这个地方的滑音 还是能够听的比较明显 所以说在练习的时候 慢一点 音不明显 也不用太过在意 当你熟了之后 这个音自然而然的就很明显了 再来一次 好 我把第七十九小节和第八十小节 两个小节连起来 谈给大家听一下 好 接着我们来看到第八十一小节 其实从第八十一小节开始 一直到至少这个谱子 最后的第八十八小节 从这个地方开始 除了一个音之外 它和前面我们刚才讲到的 七十三到八十小节 是完全一样的 不一样的音在哪呢 就是在于第八十一小节的 第一个音 我们在七十三小节 也就是刚进入这个 ending二段的时候 我们弹的是 对不对 是九品到十品 这样一个极弦 但来到第八十一小节的时候 就直接是 这个 直接就是 一线食品的 这个左手的点线音 区别就在于这个地方 那么另外呢 我们看到第八十一小节 这里有个前反复记号 但是呢 并不代表后面 出现的后反复记号 它就是比较 好去 理解的 在这里留一个伏笔 那么既然说完了 这个不同的音 那么剩下的 其实所有的音都是一样的 那么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呢 我从第八十一小节 一直谈完 谈到这个谱子中的 最后第八十八小节 正好连起来 谈到大家听一下 当他们这些音 左右手 结合到一起的时候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在这些音乐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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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中 好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第八十八小节的结尾 除了后反复记号之外 底下写了一个 repeat and fade 那么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 其实我单独去解释它的话 其实不太容易把它解释清楚 但如果说大家去 有经常的去看到 或者说哪怕只看过一次 Andy弹这个曲子的视频的话 你就会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了 那么也就是说 你从这个地方开始 其实真正的来讲 仅仅谈到这里 其实还不够 你可以 我建议你在至少再多反复谈一遍 那么在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中 首先你的第一个力量 左右手的力量是要渐弱的 那么另外一个 你有两种处理方式 要么就一个无限循环下去 在这样一个力量减弱的过程中 继续的循环 继续循环直到 音量减弱一个非常小的 这样一个程度 也就是在它最早的 不管是CD版的 还是它最早的那个视频里 它都是这样去处理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也就是在它后来的一些现场 以及现在的 我们看到一些视频 它会去做的一个处理什么呢 它可能去反复个三到四遍 多一点四到五遍 那么最后一个音呢 并不是停留在 谱子中的这个 一弦十二频的这个点弦音 而是如果说你要给它 一个比较明确的指点的话 那么你要在这个基础上 在最后加一个什么呢 一弦十频的点弦音 以及六弦七频的散音 这个就是 如果说你要给它 一个明确指点的话 那么以这一组音作为截止 那么如果说 现在我弹到最后一遍了 那么应该是这样的 当然力量我上面 我没有做阶容 我怕大家听的不明显 感觉就是这么样一个感觉 如果说你要给它 一个很明显的指点的话 就是我刚才说的 加上一个 左手点一弦十频 十音的位置 加上以及 右手做六弦七频 泛音的位置 好 那么这个就是曲子的 N2的讲解 第七十三小节 到第八十八小节 那么Riding这首曲子的教训呢 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 我在一开始说的 这首曲子呢 是我自己的一个 入坑的曲子 也是我这么多年来 一直去练习指弹的 一个动力 当然不是说 我现在会了一点点 这首曲子 我就是吧 没有动力了 我是想告诉大家 大家是就是一定要找对自己 或者找准自己就当初去练习 指弹的这样一个目的或目标 不管说你是因为喜欢一首曲子 而去练习这个指弹 而还是说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一些其他的目标 或者说取悦自己去喜欢的人 这个是比较实际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目标 给自己找到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 那么我们再去不管是你中途 可能去学习其他的曲子的话 你都会觉得是非常有动力 非常有信心的 因为你知道你还有一个目标 是你最最初想要去达成的目标 它还没有完成 因此这个时候我们是永远不能够放弃的 好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这首曲子 今天的教学 这里是原则谈家教室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